大家好,我是Mira 平时有很多人问我来韩国玩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地方去 或者有什么好的餐厅介绍 一天的行程应该如何安排呢? 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是观光客的话 我会如何安排我在首尔的一天 今天用到平台叫做Gradechip 它们有网页版和手的APP 现在就用手的APP 跟大家一起看看 明天的第一个行程会如何 明天就会约了朋友 但是它从来从来都没试过 穿这个韩服体验的 所以第一个行程 我就想选择韩服 打开APP 然后在这个位置 譬如我要打韩服 韩服搜寻 的话就会有很多不同的 韩服店给你选择 因为真的有太多一家 所以在APP里面就可以慢慢看 我选择这一家 字字诈诈的名字很有趣 它就说是景福公站的旁边 然后免费线上预约 然后是有九折 还有识中文的店员 那好了我就快速预约 我借高级韩服 两个钟 两个人 然后下一步 然后就可以选择时间 好搞定 那现在就预约好了 明天大家就一起跟我去体验 我这个观光客的一天 那在做韩服之前 可能大家需要换钱 大家只需要按这个今天汇率 就可以看到不同兑换店的兑换率 然后大家就可以找一个 就近的位置去换钱 那这个兑换率是每天更新的 所以不用担心不准确 好了到了旅行的当日 我们旅行的话 当然就要早点出门口 所以现在是10点半 很少那么早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跟朋友出来 体验今天的观光行程 然后他不想上镜 所以他声音出现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去穿韩服先 好了没穿韩服 上次去穿韩服是跟DMA ARD他们 我好像没有试过在冬天穿韩服 然后我朋友是没有穿过韩服 因为他说他穿过真的韩服 好了就是这里 叫做 GG Pepe GG Zaza 然后在景福宫站宿 走一会就会到了 很搞笑 其实我的朋友是韩国人妻 但他其实是 很多的观光行程程都没体验过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 找他们找得很适合 很开心 好像是SY FIRE 我想说我没有试过黑色 这个是伪迹 配我这个头会不会很漂亮 我会很金色 它是我们儿子的 对啊 这些很漂亮 我决定了下身要黑色 然后想配个照片是黑色的 但是呢 因为职员他推荐都是要白色会漂亮点 好了 最后我也是选白色的 然后因为怕冷 所以加了这个背心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里面穿了一件短皱 反正白痴 穿了一件短皱衫 但是这件是透的 所以如果我穿出来就会很噁心 但我又不想脱衣服 因为太冷 所以我就唯有这样用这个背心遮住 在冬天穿韩服我是第一次 人妻在穿着她的蓝色 我们今天都很华丽 韩服的重点就是头发 所以是一定要做个头 因为我手残关系 所以我一定要拜托 韩服店的职员给我做 有几个肩膀 你还要脱衣服吗 对 我的肩膀太厚了 我还要脱衣服吗 我还要脱衣服吗 谢谢 很漂亮 我觉得这间韩服店的韩服 都挺漂亮 而且挺新正 因为我本人也穿过很多次的韩服 因为韩服店真的看得出 那些韩服比较旧 可能因为保存手法不是很滑 因为太多人 但这间韩服店暂时 因为我们是10点多来 然后除了我们之外 只有另外一台客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跟人争的话 可以来这里 因为韩服店是非常近景福宫 然后我们走了大概两分钟 我们就到了 人妻她说她化妆可以上镜 我们进去 有份出入口的 那里是入口 这里是入口 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冬天来再韩服的话 记得如果大家怕冬天 我一定要打底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 我做一件白色的短袖衫 但是因为 本来打算用这个白色杯心 去遮住它 但是其实它还是会拿出来的 所以我就是脱了它 现在如果没有太阳的话 我是冬到死的 所以幸好现在有太阳 大家如果不想冷 就记得做这个 保暖的措施 就知道了 如何啊 第一次韩服体验 都不错的 你的样子不是很不错 你为什么这么轻的 因为你穿真正的韩服 你在无视这些 简单版的是不是 这些都不简单的 真实的 它里面的这条裙呢 不是来到这里 好像有一件背心 啊 我发觉呢 假韩服呢 有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都是刚刚才发现的 因为我今天这个韩服呢 中间是会有一个重点位的嘛 所以拍半身照的时候呢 这个重点位它会非常突出 因为我一向都不喜欢 这条裙的花纹会那么明显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大家是要为拍照的话 这个会是非常好的点最后 其实我觉得呢 冬天来都不错 相对上比较少人会穿韩服 所以其实景福宫呢 整个人流都会少很多 因为我真的穿过韩服来景福宫很多次 每一次都是人山人海的 根本算是不算多了 不算多 但是人们都是这样的 观光客 疯狂自拍中 哈哈哈 拍照啦 我们去还衣服 接着就去吃饭 就在这里 我们附近是人之洞 搜索一下这个行程总理 看看有什么食物 吃什么呢 人之洞哪家 这间我也吃过 挺好吃的 我们吃的还没吃过 方便了 这样看 不用我自己找 这个 是刀上面 刀上面要不要 可以啊 它有这个海鲜葱饼 好啊 好 我们看看在哪里 好 然后 地图 就是这个 营莎董 营莎董 慢慢转进去 就是这里了 好吃咯 好 我们坐下了 因为我们看到 creechip上说 这里是吃这个 刀上面和海鲜煎白 所以我们就 就要这两个了 虽然是公安地 但是韩国人 都常在渡访 的确实在 这里的 是佔多数的 现在只看到一台 外国人 所以大家如果想 尝试到 比较 连韩国人都会来的餐厅的话 大家也可以来这里 好试试 这个 充满 它很足料 我留言到很脆 真的只要来 我们看到 这个机服 我一台 都要点这个 海鲜煎饼 所以大家来这里 一定要点 我的泡菜好嘉宾 好解漏 我喜欢吃 最怕的 酥仔饼 我觉得它的芝麻味很棒 好香 真的很香 哇 这个汤头 没得定 是用鸡鱼去熬 这个汤 这个面的质地 就是很大 很阴压 然后 哇 真的很好吃 吃下去有很多粉 所以 可能不是 很多人第一次吃 就会接受到这个 但是 这个也有普通的 酥仔饼 大家可以先过入手 但是我觉得 最近冬天吃 很棒 好了 吃完饭之后 因为 就是人治洞 中路这边 也有很多东西走的 大家如果是过来旅行的话 可以走这边 因为这边 很多便宜食和美食 有个地方叫做益善洞 然后是最近 在韩国是非常热点中的热点 所以大家可以去一下 那里走一下街 散散步 这样的 很厉害 很厉害 哇 因为刚才在preddit trip找我们去哪里的时候 看到咖啡很漂亮 然后它是这样 专系给女生换打卡拍照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身后很多女生在排队 就是因为我身后有这幅墙 大家都在排队拍照 你看这里的装修是极度漂亮 我觉得真的下午的时候 你不知道去哪里 真的来这些咖啡到休息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是要跟女生朋友来的 因为我对面的人妻她刚刚跟我说 她觉得跟老公来是会 没有这个雅致 是跟女生来才会明白打卡的那种兴奋感 超漂亮啊 这个只是一个西友的有气 汽水 只能做到这么漂亮 女生朋友叫了这个是橙绿梯 试试 它的橙味很特别 淡淡的 不是很浓 像是花的味道多过橙的味道 清新的我觉得 真的好过普通的伴侣 我这个会普通一点 就是正常大家所知的 茶梦Ade的香味道 下来这个小牛角包 有朱古力一定好吃 这个组合一定好吃 如果整个都是煎满朱古力就很好 大家如果你是Graychip的会员的话 你可以有这个会员的九五折优惠 那怎么可以留下这个折扣呢 只要折扣给职员看就可以了 它这里也有很详细的教学 每间不同的餐厅不同的cafe 都有不同的折扣优惠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地找找 我真的很喜欢下午没有东西做 然后找一间很漂亮的cafe 就是消磨有个下午 很捨异整个生活 做人有时就是要捨异一点 生活实在太艰辛了 然后这里的设计 又是我很喜欢的设计 因为我现在在想 我想重新整个我家的摆设 有很多布的设计 因为它有放很多窗帘 然后沙发有很多白色布 然后桌子又有些lacy的 整个环境看上去很干净 虽然有很多布 但是不会觉得很累质 然后有很休闲 然后有很多绿色的植物 是首尔才会有这么多 这么漂亮的cafe 而且是很大家 但是这里真的不容易发现 因为这里门口有一个玻璃门 然后你要上来才是cafe 但是这里不算难来 只不过门口有点不起眼 然后我们扫完一大袋煎禮品之后 现在回到我家 我和人妻都觉得有点疼 现在打算叫炸鸡 createchip会有一个服务 就是可以帮我们叫炸鸡 非常之正 韩国其中一个非常出名的炸鸡 就是乔村炸鸡 在createchip这个app 它也可以帮手预订的 在这里打炸鸡 然后按搜寻 然后呢 就会有这个 代订外送 然后按快速预订 那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口味 然后呢 我们会叫它最好吃的那种 蜂蜜味的 对了 然后呢 要付2000元的外送费 大概就是17000元 然后按下一部 不用担心外国人 是不可以叫我买这件事 那么呢 打你的password 然后地址 输入你的通讯的方式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按完成 然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信用卡 去付钱 留意一定要是 外国的信用卡 才可以付钱的 Next 好了 接着就 success啦 我已经成功预约炸鸡 现在呢 就是等吃 在叫炸鸡的时候 其实有个页面 就是叫你输入line 或者whatsapp的ID 因为很多时候 在酒店或者民宿 叫炸鸡的时候 通常都会在lobby 或者是一些公共的地方 去拿炸鸡 所以就很大机会 要跟外送员沟通 所以呢 大家输入了这个ID的话 那就一定一定会 跟外送员联络 大家就不会吃不到炸鸡 所以大家记得记得记得 一定要准确输入你们的ID 你等多久啊 炸鸡 40至1个小时 跟我们平时在韩国 在韩国的炸鸡 是差不多的速度 所以其实呢 我们这样 落完单 之后 它是有人帮我们处理 然后直接打电话送过来 方便啊 大家呢 来到旅行的时候 又好想吃炸鸡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现在真的很饿 先休息一下 啊 旅行是这么累的 好像旅行那样 今天真的 回来酒店 然后呢 就会这样躺在床上 大家有没有想到先 应该跟我一样 是不是 我觉得旅行完结 在酒店里面 舒舒服 我这样躺在那里吃炸鸡 完美 好了 现在是7点24分 40分钟之后 趁我们乔村炸鸡 已经送了你了 哈哈哈哈 好饿 哇 蜜糖味 但是我可能没吃了 它是有骨的 我吃炸鸡呢 不太喜欢在餐厅吃 不太好吃 嗯 自己舒适的地方去吃 是特别有 嗯 那个风味 在街上吃呢 吃得不够进行 嗯 蜜糖味 因为我一会儿 大家够蜜糖味 它本身 原味和辣味都好吃 但是蜜糖味 是另外一个层次 然后呢 我觉得它们的 酸萝卜是超级爆好吃 我觉得不好吃的 是完全没有解离的作用 但是它是有的 它呢 是随机会送这个野饮 但是这个野饮是不好喝的 所以大家呢 如果叫炸鸡的时候呢 请大家同时自己准备野饮 好棒 是送到过来 都会脆薄薄的 但我吃炸鸡真的很适合配 有气的野饮 或者是啤酒 我觉得我买错了 我买了一个是武器的饮品 由于我们刚才的餐 硬梳姐姐 实在是太好吃的关系 所以呢 留了意愿给它们 希望大家看到 可以去吃吧 那我今天全日来 就还有一个观光客 就用了Cratechip 他们这个平台 去计划我一天的行程 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由我早上到晚上的那一餐 都是照顾得我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 因为通常来韩国玩都是自由行 Cratechip这个平台里面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资讯 而且这里呢 其实它会有最新的资料 譬如是首尔的话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天前有个贴文 就是说 原来最近韩国推出了一个白色的的士 是专货女性的 对了 所以有很多这些资讯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获得了 那大家自由行来韩国 就不用担心了 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刚刚来韩国玩 又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不妨可以看一下Cratechip这个平台 真的可以帮到你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帮我按下一次 记得Follow IG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动向的了 记得按按钮和按钮 就不怕错过最新的影片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多谢各位收看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